虽然他是不饿的 但看着还挺好看 那十块一克啊给我离一点 好家伙 你好像是跟着我走的 我到哪儿你到哪儿的 虽然他说这是重要 但这玩意儿我可不敢吃 手指头短点就短点吧 命别再丢了 你这东西十年才挖一回 你买不到 这不是小时候吃的鸡架吗 冷地上这么晒 那不得晒古堡了 还是说占胃人的 这里面都是蜂蜜啊 我又看见他了啊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还真以为是什么新品种 结果别人告诉我 这东西啊 就是糖浆糊了一层土 现在红布是少见的 但这床杆可真是不错呀 真是童年的回忆呀 这是啥玩意儿啊 看着有点眼熟啊 我好像小时候见过呢 这个可是好玩意儿啊 当年刷牙的必备用品呢 提到刷牙 我好像想起个事儿啊 现代人吃的东西啊 是越来越有营养的 这不光你享受 你嘴里的细菌也享受啊 细菌一朵 什么蛀牙 口臭 牙疼 出血 那毛病就全找上来了啊 那这还不算那细菌 顺着血管 流到你五脏六腑的危害啊 这都二十一世纪了 还是试一下电动牙刷吧 科学研究表明 电动牙刷的刷牙效率 是手动牙刷的 四到六倍啊 在震动时还能产生生质 可以是录牙分 两到三毫米 鸡脚嘎拉的细菌 一次性给你打包 这可不是我瞎说 华锡口香专家 也在书中反复推荐过 电动牙刷 听人劝 吃饱饭 看看这效果 那能一样吗 今天我为你们推荐的 就是我自己在用的 萌牙加电动牙刷 刚用上的时候啊 就感觉牙齿表面 那个牙胎 都给我刷下来了 其实说白了 注牙不注牙 其实跟牙刷有很大关系啊 给牙保养好了 那还能省去看牙的钱 该说不说聊 就看这振动频率 那能刷不干净吗 那乘乘就得 萌牙加承诺啊 两年之内质量有问题 免费换新 评论区有我为大家 争取到的大额优惠卷福利啊 赶快领卷下单吧